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宁一市兰山区的一个公民 然后一位就是北区房村的一个人 然后呢,我现在要跟着这个兰山区教体局的领导 兰山区教体局的领导 还有兰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幼儿园的园长 然后一起去山东省宁一市兰山区北区房村的拆迁办公室去 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因为我父亲没有车签 就是没有签字 他这个赔偿不够合理 他是这个赔偿不够合理 他们800块钱一瓶给拆房子 而且要强拆 就是有领导说强拆 然后呢,他们现在就是来找到我 跟着我,跟了我一天了 然后就是因为中午我饿了,我需要吃饭 因为我现在怀孕 我不能因为这个事情鼓气 然后他们就说我,说很难听的话来激怒我 然后我气得肚子疼 然后我从上午就在这边检查 没有检查完,我就被他们一叫出去 因为他们把我妈妈给挟持了 我去接到我妈妈之后 我打了110,接到我妈妈之后 但是这件事情 110说人家是政府人员 他们无权组织 然后我又接着回来 回来做检查 结果他们一直盯着我们 就是因为中间我去吃了一顿饭 他们就说我说话不算数 然后呢,还说我这个不 就是说很难听很难听的话 然后现在 现在是下午的 这个 几点钟 下午的五点半 然后我要跟他们一块去上时间办公室 我现在如果说我要是发生任何意外 请大家帮我转一下这个视频 特别特别的感谢 我就想知道 我觉得咱们人民政府肯定是好的 肯定是为老百姓 我们不是刁民 我们现在真的不是刁民 我不想被他们扣上刁民的 虽然这个房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我们配合拆迁工作 但能不能 我希望我的孩子现在没有事情 麻烦请大家帮我转发一下 如果我出了事情的话 如果我去到出了事情 或者是24小时没有回去的话 会有人帮我把这个事情发出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